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宇文家的蝶纸 天衣却无所察觉 有负皇上圣门 臣愿将功赎罪 来人 你指 诺 算了 爱卿 你呢 先退下 你替朕 留意烟寻的一举一动 诺 你输了 是吗 游戏才刚刚开始 谁胜 谁负 都还未知 余文怀 善勇者 溺于水 小心为妙 好啊 咱们走着瞧 咱们走着瞧 臣参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大魏和燕北的兵马分布图 被谍者倒塌 你对此有何看法 臣必定会彻查此案 把元凶缉拿归案 韩王紫房份 秦帝鲁莲齿 本字江海人 忠义 敢君子 知道这是什么事吗 孝敬皇帝所用的 临川备数 孝敬皇帝 用完这首诗 没有多久 这首诗 就被 高氏逆贼残杀 在叶城 乱臣贼子高阳 杀我皇族七百二十一人 连个婴儿都不放过 这么多年来 判断杀 知叶绰杀 孝敬皇帝 κεş 下一个乱臣贼子 是谁 臣不知 不知 你是宇文家掌房嫡孙 是宇文卓精心挑选的 蝶纸天眼的继承人 你是大魏王朝的耳目 更是朕唯一重任的人 你现在告诉朕你不知 谋逆之罪 重如太甚 没有真凭事据 臣不敢妄加揣罪 你是不敢还是不愿 宇文月 你敢不敢以你的姓氏发誓 今天所言都是出于你的攻心 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私意 正确的消息 才叫情报 人为制造的 那是阴谋 臣有幸得到皇上的信任 更应查而有因 举而有决 这才是对皇上的谨重 够了 你是朕的眼睛 而不是替朕做决定 记住自己的身份 请皇上容臣 讲最后一句话 道托布防图 把矛头指向燕巡的人 他动机是什么 会不会是为了离间我朝君臣 有所图谋 对于谋逆的危险 历朝历代 都是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 你今天所言 有愧与你祖父对你的教导 皇上 臣 退下 臣 赵 乃 皇上 你认为自己的帮助 你认为自己的帮助 他就要不认为自己的帮助 我以后 有很多事 要不认为自己的帮助 封门 那些事 馨儿训练得如何了 祖父想用馨儿 不可 馨儿她现在还不行 月儿 你为她费了那么多心血 现在说她不行 那我留着这个祸还干什么 好 如果馨儿能够做到 我可以答应你 但我有个要求 我想知道我母亲发疯的原因 我想知道我母亲发疯 和极乐阁到底有什么关系 若口 这是家宠 可她是我的母亲 这个疑问 在月儿心里已经有十六年了 好 如果你能够训练馨儿 暗杀那个人 你便可以 知道十六年前 家城背后的故事 诺 咱们 一个花 东东 你不需要 诺 城外 你不得地 海杜 脸 一样 你不得 什么 安心 又看你的糟糊了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伤了他自己 我已经想到你要让他做什么了 我不答应 你猜到什么 戳破就没意思了 小野猫不过是你奴中之草木 而在我烟寻这儿 就如同翼龙之鸟 悲鸣同生 倘若今日你不放他离身 那我就赖你这儿不走了 世子身份尊贵 但伏兮祸所以 你让小野猫这么跟着你 岂不是让他因此受牵连 爱我们的小野猫 都没有 好 了 真是 对 喝酒的草料 马儿都喜欢 你的主人男伺候 你比他懂事一点好不好 不要再给我捣乱了 这个疾风啊 一直是桀骜不驯 而且呢 特别地欺负本皇子 今天呀 我从燕巡那把他借过来了 你不知道他这一路成的 所作所为 简直是 庆竹难书 那是因为你不招他待见 你看他怎么不欺负我呢 你厉害嘛 你看 连本皇子都得听你的 何况这个小小的马儿呢 馨儿 咱俩骑马出去溜溜吧 跟你 不去 你就去吧 你可不知道 我一靠近他 他就踢我 我这一路啊 是把他牵着过来的 如果你不送我的话 我还得把他牵回去 你堂堂一个皇子 找个下人帮你把马牵回去 很难吗 很难 你想想 连我这个殿下都不能靠近他 还有什么下人可以靠近他呢 馨儿 他就跟中了鞋似的 偏偏看你顺眼 行了 好 别拍马屁了 不过 本姑娘今天心情好 行 季风 那咱们今天 就送羽王殿下一程 好不好 给 我说 就 他就 你 我看你 吧 牛 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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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看你 人我肯定不賣 每個人都有他的宿命 勉強不了 好 那我就不勉強了 反正小野貓 也已經離開青山院了 是你配合元宋殿下 把星兒帶走了 怎麼能是我配合元宋 自然是元宋配合本世子啊 再說了 只是帶星兒出去透透風而已 沒什麼大不了的 元宋 公子 以後沒有我的命令 星兒不可以踏出青山院半步 她沒有工夫 陪這幫閒人一晚 喏 好你個元宋 今日 你若不把小野貓讓給我 我就與你絕交 公子 你為什麼不告訴燕勳世子 皇上對燕北起疑 如果他繼續留在長安 他和燕北都有危險 告訴他以後 他會怎麼做 他會找皇上身邊 找寵愛他的皇太后撒嬌 求情不得 他就會憤怒 咆哮 但這是政治 是權力的搏殺 只要他露出一丁點 對皇上的質疑 皇上就會名正言順地 對他的父親下手 眼下只有哄他悄悄離開 但願在皇上動手之前 爹至天爺能夠全面啟動 找到真相 喏 還有 不可以讓星兒知道 喏 玉皇殿下 你不是說出來溜溜馬嗎 這是要去哪兒啊 怎麼還在清香月 我帶你去一個好玩的地方 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驾 我不去 你快停下 我要下去 星兒 你就答應我一次嘛 這樣 閉上眼睛 一會兒就到了 閉什麼眼啊 我不閉 那你要是實在不想閉的話 你就別閉了 一會兒就到了 你再監視一下 來 這場 stato想要看 大家很高興 讓你再逃亡 你覺得 你真是一種 什麼 還在呢 不是 你不許 你不找到 你不認真 就在你的眼睛 你不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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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儿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 因为只有你 才能配得上这么美的花瓣语 你跟他们一样 很美好 很有趣 其实 你也是本皇子心中的秘密 这儿的意思是 星儿 我跟你说话呢 你发什么呆呀 豫王殿下 星儿有些口渴了 想去喝点水 那你去吧 路上小心啊 我在这儿等着你 好 路上 小心啊 我就在這兒等著你 去 去 哎呀 哎 来 公子 怎么着 你醒了 别以为我进不了青山院 就奈何不了你这个小贱婢 怀公子 你怎么总跟仙儿过不去啊 你这么机灵 心里比我精装 怀公子的心思 仙儿怎么能看得懂呢 你最好把你所知道的 蝶纸天眼的事情 全部告诉我 这样我就纳你为妾 就再也不用在宇文岳身边做奴婢了 到底怎么样自己想清楚 公子 仙儿姑娘被抓走了 抓哪去了 最奴走 什么时候 半主乡之前 自作自首 同志月威谁都不惜救她 诺 怀公子 您掌管宇文府 身份高贵手握重拳 连您都不知道的事情 心儿一个小奴婢怎么会知道呢 要是你这么说 我今天不派人把你抓过来 就很难见上你一面了对吗 怀公子 您误会了 我可是故意让袁颂带我出来的 向司机向您汇报 只不过您手下先下手为强 就把我打晕了 羞的狡辩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怀公子 他把你哥哥杀了 你就不恨他吗 杀凶之仇 我必然会报 可如果贸然行事 只会自投罗网 看来你自己 还有你自己的计划 怀公子 您应该什么都知道吧 我们家公子 现在可是挺喜欢我的 这是岳公子赏给我的 这已经证明 他已经越来越信任我了 说不定 我很快就有机会 能够探到蝶子天眼的秘密了 真是最多夫人心哪 他帮你处理这么多善后 你还这么害他 怀公子 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 是宇文月 而且杀我姐姐的人 是喜老太医 说不准到时候 我们还能继续做同路人呢 好 宇文月把你这个小妖精 养在身边 还真不要命 多谢怀公子夸奖 走 走 走 看来你没力真不小啊 是啊 怀公子刚刚不是也想拿我为妾吗 这么多选择 我也是很苦恼的 看来你在演戏 那就再演一场戏吧 就依公子 远怀 造访的方式挺特别 是谁啊 放了他 我说不放呢 那大不了 不就是活动活动辛苦吗 我燕北定北侯府燕士 是在血海中杀出来的家族 最怕的就是挑衅 长安的世子 我不能不给你这面子呀 是是是 迪若怀 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了 但绝对不会有第三次 公子 公子 您可千万想清楚了 那剑壁真的能为您所用 废话了 她一直在跟我演戏呢 难道你就没看明白 再跟我废话 我就把你也杀掉 孟庄 诺 你干吗去 我救了你这么多回 你连一句蟹都不到就走了 走吧 谢燕巡世子 多次出手相救 要跪吗 要跪吗 不必了 那奴婢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就不麻烦世子了 小羽毛 小羽毛 干嘛去 星儿 走 你胳膊没事吧 腿没事吧 还有 于文化有没有欺负你 他要欺负你 我替你修理他 多谢于王殿下关心 奴婢没事 幸亏燕世子及时相救 奴婢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就不奉陪了 你去哪儿 小野猫 都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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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我连英雄救美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还好意思说 我英雄救美 关你什么事 没良心的 我告诉你 我要是再管他一次 我就不姓燕 好 好了 这个 要学会啊 欣赏带刺儿玫瑰的美丽 明白吗 要学会欣赏 向我学习 凭什么 她是我谁啊 宇文华要是再抓他一次 我照样不管 其实我的心儿吧 什么都好 就一个缺点 没良心 你的心儿 没良心 对了 那你回去也跟宇文月说一声 她四字骑过她马出府 想必是要受罚了 我跟你说 以后我要再管她的事 我就不叫燕巡 我就不姓燕 世子 改姓的事 要告诉侯爷吗 不 是宇文怀派你们来的吗 就你们两个 是宇文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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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子 公子 他为什么要抓你 是因为 怀公子想让星儿帮他查蝶纸天眼 可是星儿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蝶纸天眼 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我这些 我说不知道他就要杀了我 你不想知道吗 星儿不想知道 但是 如果公子想让星儿知道 星儿自然会知道 还有呢 还有 他要杀我的时候 燕狮子救了我 我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批杀手 本来以为是怀公子派来的 但最后发现 这批杀手的身手和武功 又不像是红山院的 所以不知道公子是否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少 你回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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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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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眼看就要得手了 更没想到有人出手相救 估计是 吕文月 欲擒故祖 公子 公子先喝 公子先喝 小太姨 来 老太姨 来 来 别扶着 认得这个吗 奔朝秘府的蝶者令 从东吴大都督周瑜建立秘府 江南各代朝廷传了三百年 所到之处忠臣叛国 贵族屈膝 这个蝶者禁令乃长印大人所持 尊驾年纪轻轻 难道已经贵为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蝶府长印 你说得没错 本官亲临大魏 自是要启动我们 放在大魏最重要的一颗棋子 国公大人 你已经倾行了十六年了 我已经不是十六年前野心勃勃的我了 这 这命府令你就不能再去世我了 这 这东西我不认识 你 你可以把我溺死在这池里 还有一条燃血的花裙 国公 也记得吧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你们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 是这条裙子腹体的女鬼不肯放过你 大主国的夫人 俞文月的母亲 十六年前的密闻和丑闻 会让你珍惜的豪门变成茅测 我已经是废人了 是这条裙子腹体的女鬼不肯放过你 这条裙子腹体的女鬼不肯放过你 你们到底要我干什么 干什么 狄纸龙密道的地图 交出 还有一件风雅的诗人 有劳国公 只要有劳国公 你不肯放过去 这条裙子腹体的 还有一条 绝对 这条裙子腹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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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有劳力 这条裙子腹体的 可以 我可以 这条裙子腹体的 这条裙子腹体的 把人都要 好苦啊 加上这块芝食 烤得暖暖的就不冷了 公子 这招是 袁熊吗 你内功不足 林阵的经验又匮乏 你怎么办 敌人稍微改变一下招式 就会蒙蔽你的双赢 要学会在混乱当中 找敌人的弱点 一击毙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给我爹的什么呀 想要告诉你不要目中无人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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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